生成式的人工智能风潮席卷各行各业 如今电影圈也刮起了这股旋风 是的 本届威尼斯的电影展期间 有一场特别的周边活动 名为回复人工智能电影节 集结的都是由人工智能制作的短片 不过仍然足以让人惊叹于 当中不可能或意想不到的细节 那其中华裔女导演童话 凭着《至亲爱的我》短片获得冠军 马上先读为快 由华裔女导演童话 以人工智能制作的短片《至亲爱的我》 叙述一名女子在面对家长离异之后 学会与悲伤和好 在踏上找回自我的道路 看着快速复杂和精细的动画 如果是完全以软件一帧一帧制作 恐怕得耗上很长一段时间吧 但这部作品由人工智能制作 省下了不少功夫 在威尼斯影展同步举行的 回复人工智能短片电影节 一共有12部入选作品 最终有3部短片获奖 而这部《至亲爱的我》荣获冠军 主办方指出这场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发掘新技术的潜能 尽管现在只能制作简单的短片 但已经是一大创举了 可是主办方说 这个电影节并不受传统影视业者的欢迎 原因很明显 那就是怕人工智能终有一天 会抢了他们的饭碗 我们想要有一个真正的节目 在我们设计会设计会 所以我们开始搜尾了 我们在设计会设计会 我们在设计会设计会 很多不同的电影节目 在全世界的电影节目 很多人说 我们不想你 因为有一个随移动 在全世界的电影节目 这场短片电影节的评委之一 是指导著名动画《狮子王》的导演之一 明可夫 出身传统影视业的他 并不抗拒人工智能 反倒觉得这个工具 能做到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在他眼里 如今影视业者对人工智能的 强烈排斥反应 主要是因为革命性的影响和变化 就像当年电脑初次面试时 也是有许多人不习惯 甚至拒绝使用这个会抢了 某些人饭碗的工具 但如今电脑已然成了 大家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因此他相信在未来 人工智能也是如此 其实去年好莱坞 人工智能的主因除了是薪酬问题 更重要的是担心人工智能的普及化 会危及编剧或演员的生计 毕竟以人工智能在分秒间 生成剧本或故事情节并非难事 而以人工智能生成和演员相似的肖像 也有人办得到了 虽然在导演明可夫或是主办方 李赞特的眼里 人工智能的运用在影视业 依然属于早期阶段 许许多多的工序 还是需要靠人工后制来优化和完善 但无可否认的是 人工智能是有助于影视业发展的力气 在未来无论在哪个领域都好 人工智能都是大势所趋 也能大大提升所有业者的工作效率 人工智能的工智能 主持人工智能的工智能 都好 能寻找会员 因为事工智能 本身有很高的工智能 是要有万不花量的工智能 我想要是来自家化的工智能 是一样的硬补 主持人工智能 感谢观看